大家好,我是封印,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杀 那今天是我们的封印神剧本第五期 那给大家带来什么好看的视频呢 那我们看到标题都知道,我们今天要四杀白虎 哪个白虎呢?当然是我们的堂堂的背锅王岩白虎 好,我们这里直接开到八倍数啊,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 在这之间呢,大家凭看一下这个镜面,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特别精彩的发挥呢? 发现这个不但有大桥啊,还有大小桥 难道这个大桥会分身吗?那我们也不知道 还有个福王后,这里有个白虎,然后有个刘备 大家能够猜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吗? 实际上如果大家懂得,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属性啊 就是都是可以,怎么说呢? 都是可以把杀转移过去,无论是琉璃还是球员也好 也可以达到一个转移杀的效果 再加上岩白虎,他自己本来就可以,对吧? 嗯,吸红杀的一个效果 嗯,想我东吾德王,当名何等威风 那我们看这局会发生什么精彩的发挥 当然有人说,是不是这个局再加个什么细致材 是不是更爽,对吧?嗯,那我们看这局会发生什么精彩的发挥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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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你的 你 我们 你 你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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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刘备现在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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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